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老师、各位学长、各位同学 亲爱的来自郑和岛的各位岛亲、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要代表阳明教育研究院 代表郑和岛阳明学院对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我真是特别感动 刚才大家看到那个视频 四年前,白老师带着一小撮企业家 二十多个人开始学习 到今天,我们在阳明先生 五百四十四年的诞成日的前一天 在阳明大讲堂 汇聚于此 而且一票难求 一开始我们是要限制到五百人 后来五百人不行 五百五 五百五不行 六百 六百不行 现在是没办法六百三 昨天晚上我参加 郑和岛贵州岛林机构的周年庆 我们贵州的很多岛亲 一方面抱怨 一方面惊喜 抱怨就是说 很多贵州的岛亲 都没有拿到入门的票 惊喜的是 杨明新学几乎尘封五百年 终于要大行于天下了 我相信杨明先生在天之灵 就在俯瞰着我们 还派王书祥老先生 跟我们在一起 其实我一直在想 因为我是一个后修后学 我才学了一百多天 我一直在想 杨明先生五百年前 在龙肠悟道 半夜 在那个山洞里 呼跃而出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总书记是怎么说的 说杨明新学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 切入点之一 非常朴素 但是大家想一想 总书记说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没说要取其精华 取其造部 是吧 我们经常说 对传统文化要是精华 第二句话 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 切入点 当然不能说唯一 大家学习 我们古圣先贤 学习国学 可能从哪进入的都很多 但是总书记专门说 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 切入点之一 这个精华体现在哪 天理即良知 中国老百姓 民间几千年有一个词叫什么 天良 天良 天理即良知 是非善恶的标准 就在我心中 天道 记我心 而且这个天良 这颗良心 不但人人自有 而且 每个人的这颗良心 就是一颗心 所以大家 大家想一想 两人吵架地说 看看你的良心 问问你的良心 韩与主席 咱俩吵起来 我也没说 让你看看我的良心 对吧 说问问自己的良心 什么意思 因为 每个人的良心 都是一颗心 如果你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你就是对不起我的这颗良心 对不起天下的良心 杨明先生 自己怎么说的 杨明先生说 朴臣赖天之灵 偶有见于良知之邪 以为必有此 而后天下可得而至 什么意思 说我啊 这个谱啊 我啊 受上天的眷顾 偶然 得到了 天理寄良知的这一物 以为必有此 以为必有此 必有至良知之路 天下可得而至 五百年过去了 我前一段 我脑子里还突然跳出一句话 孔子 两千年前 创立 儒家 这个文化 我说两千多年 孔子有几个好学生 孔子 有几个内圣外王的好学生 大家都知道 说中国圣人 两千多年 两个半 除了孔子之外 那一个完整的一个 就是杨明先生 那半个是曾国藩 我们再问一句 杨明先生 五百年前 今天之五之后 这五百年 杨明先生 有几个好学生 这五百年 中国发生了什么 人类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杨明先生 人类和地球的关系 大家想一想是什么 地球是母亲 人类对地球做了什么 大家想一想 地球母亲今天 千疮百孔 乌烟瘴气 自然生态恶化 极端天气频发 人类对于地球母亲 是个不孝之子 大家想一想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 和天下万物 发生了什么关系 大家知道吗 今天 每天地球生物灭绝 每天是一百种 像狮子大象 这样的高级动物 每年有一个 因为人为的 生态恶化的原因 这种生物灭绝的速度 比自然速度 提高了十倍以上 什么意思 人类是地球生命 最大的害虫 再看看人类 相互之间 是什么关系 尤其是商业为名 这西方开创了 现代商业为名 近代商业为名 这几百年 都是以 股东利益最大化 以小我 以局部的利益团体 局部利益 小我利益 眼前利益最大化 最大化什么意思 最大化就是 忽略 践踏 伤害 其他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 所以 商业世界 已经难以持续 当然再看看 我们自己 我们的肉身 和我们的心灵的关系 有一位企业家 跟我说 也是在我们 四合院 这两只四合院在分享的时候 他说 他非常成功 也非常 有德性的一个企业家 他说 我怎么发现 我虽然越来越成功 我发现我 越来越不喜欢自己 我甚至越来越 证悟我自己 变成的样子 如果我们 扪心自慰 我们会发现 我们很多人 都在变成 让自己 证悟的样子 因为 我们可能是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的 聪明 勤奋 都是为 小我之思 所以刚才我说 为什么那么感动 杨明先生 悟到五百年后 一批企业家 开始率先学习 治良知 我觉得 企业家本来就应该成为 治良知的榜样 因为 一方面 这个 尤其是近几百年 一方面 商业文明 极大的释放了 人类的生产力 让越来越多的人 过上了好日子 好生活 物质文明 越来越丰盛 另外一方面 驱动人类 朝着悬崖狂奔的 其实就是那个欲望 和贪婪的 无限放大 而欲望和贪婪的 无限放大的 主要驱动力 是商业 商业的主要主人公 是企业家 所以 既然 人类的传统的模式 人类商业的传统模式 都已经不可持续 我们怎么办 其实 说句难听的话 大家也不见得 有那么高的觉悟 是因为人类不可持续了 商业不可持续了 我们就要 分歧改变 昨天我问一个 企业家朋友 我说如果 你通过做坏事 能够得到天大的利益 而且绝对安全 你干不干 他说这是个伪命题 如果通过做坏事 能得到天大的利益 但是绝对安全 我肯定干 不干那叫假话 我说 再提第二个问题 我说如果你通过 做坏事 能得到天大的利益 你自认为是安全的 你自认为能掌控风险 你干不干 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干 就因为大部分人会干 所以导致了人类的今天 现在 你不能这么干了 除了良心的谴责 人类 商业不可持续之外 我们拜互联网之词 移动互联网 网络社交 因为你今天干一件坏事 伤害了谁 只要有一个人发现 天下的消费者 就是你的敌人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过去老是报得太晚 说要后世报 要三世轮回 现在不但是现世报 而且是计时报 马上就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内因还是外因 我们的企业家 走上学习并践行 治良知的道路 我们应该成为榜样 但是大家想一想 富人 为富不仁咱不说 什么样的大官 最令人厌恶 是因为他德不配位 厚德载物 如果你德不配位 必受殃灾 你德不载物 必有轻负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在这 告诉各位朋友 官员是受托者 像我们汉语主席 他是受托人 因为你善于治理天下 善于管理 所以大德必受命 天下的公共资源 公共权利交给你 你是受托人 我想告诉大家 真正了不起的企业家 创造并拥有 巨额财富的企业家 你是受托人 你是受天下之托 上帝之托 众人之托 你是来管理这个财富的 而不是说 我得到这么多钱 我想怎么用怎么用 因为这是我的 不是你的 你是有一份受托责任 你如果知道 你是受托人的话 就应该 学习我们现在 我党 拍鹰打火 铁拳反腐 因为很多官员 把这个受托责任 没用好 企业家呢 我们用好了吗 如果我们没用好 我们应该 套贼反腐 杨明先生 从来没打过败仗 但是他说 供山中之贼义 供心中之贼难 一念生 是恶 你就是 禽兽 所有的恶行 都是从心中这一念 所以讨 心中之贼 讨贼 反腐 企业家 今天在做的 我希望 我们作为 这个社会的受托人 财富的受托人 我们率先 讨贼反腐 但是讨贼反腐是底线 治良知 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这个伟大的力量 如何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 因为最近几年 十八大之后 我一直在说一个观点 我说 今天 是一个艰难的黄金时代 中国正在迎来一个 更了不起 更伟大的 更全面的黄金时代 但是无比艰难 就像杨明先生所说 如果你要拥抱这个黄金时代 你必须让自己 如金枝在野 像金子在熔炉里面 要练 好好练 总书记是怎么说的 历史 不会等待一切 犹豫者 观望者 懈怠者 软弱者 只有 只有 与历史 同步伐 与时代 共命运 才能应得 光明的未来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这句话 四合院 白老师怎么说的 不要等待 大事已成 这么好的机会 让我们 把自己变成 存金的机会 我们为什么 不好好 阅恋自己 我们为什么 等待观望 我们要率先 行动起来 我们要把 杨明先生的 良知 变成 企业家精神的 灵魂 要让良知 成为 新商业文明的 伟大动力 中国在 二十一世纪 以在座的 各位朋友 为代表的 向世界输出什么 输出 以良知为灵魂的 中国企业家精神 通过 中国越来越多的 良知企业 良知企业家 赢得全世界 对中国 对中国企业 对中国企业家的 越来越大的 信任和尊敬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